如果我对Kafkas来访人员的访问不是满意,该如何处理呢? 家长需向来访人员表达他们的不满,且要求与另一位来访人员面谈。 有些访问人员会同意,有些不会。 不论是否同意,他们都应请听家长额外的心声。 法庭上,家长或社工无位被代表人,他们应该提出对于报告的相关看法。 如果家长人对会面感到不满,社工可向Kafkas的来访人员及Kafkas申诉负责人回函及沟通。 家长可对于儿童家庭来访人员向Kafkas提出证数申诉。